哎呦 了四季 天眼都個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維京人對上大陸皮圖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布地圖 好 那這場比賽呢 是由我們的越南高手 ACCM對上HOT 那兩位都是分數非常頂尖的玩家 那先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選擇了維京人 維京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本走技術是免費的 手推車也是 那後期呢步兵的血量也是特別多的 所以後期的維京人主要是打步兵戰為主 那弓兵路線的話有金冠 維京狂戰四邦 可以做使用 讓自己的強弩可以多加一攻的傷害 那到了後期這個強弩可以變成十一攻 傷害是非常高的 但是由於維京人沒有拇指環 所以到了後期的弓兵還是有可能會陷入烈士的情況 這點還是要特別注意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達洛皮圖人 達洛皮圖人最大的特色是 升級時代時會獲得200木頭 那這200木頭可以讓玩家們前期多查點農田 或是到了城堡時代 城鎮中心可以迅速開下3TC開農 讓他補正了非常多的經濟 但達洛皮圖人的 來說 他海陸混合圖會比較更強大一點 因為他的漁船 可以變成兩倍攜帶量的關係 所以漁肉量或許是非常多的 達洛皮圖人後期主要是打相公 戰毛兵還有步兵單位為主 尤其是他的寶兵 邊劍兵 這個單位地下的傷害會有爆炸性的傷害效果 所以有點是走路版的馬上清裝兵的概念 但是他地下會有擴散傷害非常強大 而且達洛皮圖人的軍營也是科技半價升級的 所以你的劍兵勇士升級速度會非常快速 再搭配自己的金罐技術 這個烏之鋼 可以無視對方的防禦力進行攻擊 也是讓達洛皮圖人後期的步兵戰非常強大的一點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達洛皮圖人上方的金礦是比較好的 果子在前方前期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石頭在後面 整體來說地圖來說是不錯的 而且有三片墓區至少有七八十分 這個分數極高 這三片墓區都快算是蠻安全的 正面稍微圍一下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前面就稍微小圍一下 而且這邊待會也可以開城鎮中心 這個看起來蠻讚的 有點是我理想這種地圖 來看一下這個ACCM ACCM這邊地圖看起來還可以 這個金礦在後面這個是重點 果子在上方也沒到正面 那正面的部分有兩片墓區可以稍微擋下 當然可能也不會到前面直接穩 可能會稍微小圍一下 TC稍微防守 這裡圍一下然後這裡圍過來 然後這邊再稍微圍過來 圍過來 或是直接小圍圍一個口字形 稍微這樣子圍圍這片區域這樣子 這樣圍法的話會比較省一些資源 才不會在前期比較難下馬舊 或是資源量出對手打出烈士來 那是這個算是阿拉伯 需要練習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發現很多玩家們 他們在前期的部分 太容易大圍了 導致自己的兵很難出來 然後去防守或是進攻 其實大家可以嘗試先練習小圍 大圍的部分可以先不用練習 因為小圍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的資源量非常充足喔 可以有時間去抵禦這隻手 這裡看一下喔 這邊棒棒直接走進城鎮中心 稍微被城鎮中心反制了一下 但還好箭矢沒有傷到太多血量 直接走到右邊的幕區 村民直接反制 這邊高打第一把這個棒棒打到殘血 村民數還有22村並沒有減少 目前看到這三隻棒棒打的效果 其實並沒有很明顯 關鍵是後面接續的攻勢喔 毛兵跟弓兵 還有槍兵的聯合防守 進攻 WP圖這邊直接指出 直接出一堆毛兵應該就可以擋住了 而且WP圖本身毛兵天生就有加速的效果 攻速加成 剩下一隻棒棒 稍微打一下 送掉 好毛兵跟弓兵準備過來 大會要補一個兵工場 才可以守住前起的燒 這邊直接圍一個大圍 這張地圖看起來就是大圍比較輕鬆 右邊有個洞沒有補 馬上補了 尷尬這個刺頭沒有卡在這個位置 但是毛兵已經到達了ACCN家裡 ACCN家裡這邊有點難圍 但應該是可以圍得起來 因為毛兵傷害很低 好上方這一波騷擾 把這邊的村民打跑了一些 但是有在毛兵過來防守的關係 所以應該也沒辦法打到任何的東西 反正是WP圖這邊 錢壓給的壓力非常大 這個防止都快被要搓爛了 好這裡轉出了幾隻刺猴 但是有槍兵在的關係 還是不能直接上前硬解 那裡面有搶了一些弓兵跟毛兵 弓兵繼續按 那這裡就不要去理了 弓兵去打這一坨 反會越打越劣勢 趕快再拿這坨弓兵去右邊騷擾 對方家裡比較重要 好這時候毛兵已經放棄了 點下了兵工場 一擊一射 好這時候WP圖也補下了一擊射 看起來要來挖黃金 升到城堡時代了 那右邊這坨弓兵能夠騷擾到嗎 看起來WP圖這邊防守 還是非常迅速 雖然維基人現在有輪走技術的優勢 但這邊也有點被騷擾到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來說沒有那麼好 而且弓兵按的也蠻多的 好這邊繼續再被弄有點煩 看要不要大會補個四級 稍微挖金礦 買賣一波 上城堡時代 好這波進來 哇 有點打到 打落皮圖人的村民 但是村民術 並沒有損失太多 雖然打落皮圖人 還是損失了兩隻村民喔 這邊看到 擊殺術 維基人還是有做到大事 打落皮圖人這邊 這坨騷擾 現在維基人會有點煩惱 趕快解掉槍兵喔 待會出來用刺頭解就可以解決得掉了 但槍兵還有兩隻的關係 需要解還是要一段時間 這邊直接用劍塔去輸出長槍兵 長槍兵直接打到殘血 那待會升到城堡時代喔 待會圍基人可以考慮轉騎士 城堡時代初期的圍巾騎士 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他的經濟量很好 船大概十隻著的騎士 也不成問題 當然也是要看上城堡時代的時間 OK 關轉騎士 這邊刺猴終於沒有槍兵的干擾 終於可以直接上去硬騎 欸 還有一隻啦 其實還有 這邊沒有槍兵 毛病折騰拳的往後拉 這裡本來是要前壓工程器製造所嗎 那WP圖人的工程器製造所 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木材需求量很省 所以WP圖人現在也有個選項 就是升頭戰術 也可以拿來使用 好 圍基人這邊反而是要打升頭 這裡也拉了一隻村民 兩邊都互拉了一村 好 這裡的毛病 第一時間過來 看到村民 應該心裡有底了 好 補下雙馬舟 然後騎士 DWP圖人在家裡補下了一棟軍營 但是這邊轉出了裝甲步兵 哇 直接升長劍兵 DWP圖人這一套打法有料喔 長劍兵META 再來一波 好 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騎士過來 直接因解毛病 長劍兵第十劍兵擋下來 後面毛病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這個騎士 下方這裡補了一個修道院 但是被長劍兵抓到一個陣著 好 DWP圖人這裡補下了護衛技術 騎士數量來到了非常誇張的八隻 這就是圍巾人 單TC 雙馬舟出騎士 通常可以出到十隻喔 但達魯P圖人這邊轉出了僧侶 僧侶直接補下了 唉唷 差點被赤偶收掉 好險 直接補下了重裝長劍兵的升級 看到這個騎士的數量有點不太妙 但赤偶再過來解 但遭到了一隻騎士 後面僧侶再過來 應招 再來一隻 哎呀 解得非常漂亮 後方更多長劍兵過來 靠了一波 長槍兵趕快過來 再防守一下 這時候圍巾人補下了輕騎兵的升級 上方的僧侶 招了一下騎士 哇 結果騎士來不及招走 RWP圖人騎士兩隻依舊保持著 正面騎士硬扛 扛住了長槍兵跟長劍兵的傷害 但是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這一波圍巾人可能會打輸 要不要後蹭呢 後面有更多的槍兵補了過來 好 這邊有在偷挖石頭 那目前圍巾人經濟上有點慘 剛剛好像賣石頭 上城堡實在的關係 好 經濟量沒有到非常好 好 這裡有修道院 看要不要直接用這些軍隊 拆除 好 反正常劍兵這邊 打建築有外增傷 其實可以解很快 好 這隻村民跑不掉了 騎士過來救一下平民 哇 騎士救平民 騎士精神 有料 好 打了皮圖人 這裡慢慢轉出了更多的僧侶 好長槍兵 但是城鎮中心 沒有馬上立即補下3TC喔 這時候差不多可以補了吧 看要不要補這個位置喔 我這裡稍微去補木去也可以 或是直接往外蓋 這裡再補一個 或是這裡補一個也可以 能開城鎮中心的地方還蠻多的 哇 這裡送了一波騎士 圍巾人的騎士送掉了 只剩下4隻 如果想要打WP2這邊的組成喔 轉步兵可能是最好 當然轉奴兵也是一個選項 但不太推薦 畢竟WP2人這邊還有戰毛兵的攻速加成喔 直接出戰毛就把你吃得死死的 所以步兵來說可能會更好一些 但如果要打步兵的話 可以考慮打這個圍巾狂戰士 不需要升級喔 馬上就可以量產出來 做應急使用喔 所以圍巾人這邊趕快挖出一棟城堡來 防守會比較好 這邊再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補再來實況的部分 好 那WP圖這邊補下了軟甲技術 軟甲技術一補下之後 常見兵的遠防可以再多加1喔 防務率再更高一些些 好 這裡也要打生頭戰術了嗎 好 遠防3 好 兩邊稍微休息一下 3TC開龍後方生女幫騎士補下血 好 圍巾人這邊按住了頭實測 那...生頭戰術來說 對圍巾人來說會比較難解一點喔 因為圍巾人他沒有救贖思想關係 生女是偏弱的 所以WP圖人這邊大衛還是有點優勢在 好 上方騎士出去 唉唷 直接看到4隻常見兵在這邊防守 想用控金 先解一下 哇 老頭第一時間被頭死車給打掉 我幫頭死車出來 前方的親戚兵送光 下方的修道院果然被拆除掉了 趕快生女繼續撿生物 這邊就要來看 圍巾人的輕騎兵 跟頭死車還有生女 能不能擋住了 好 第一時間砸掉隻村民 好 回來修一下 這邊頭死車可能還要再補個一台 好 再繼續多按點頭死車 哇 背貨換掉 尷尬了 這個還沒換掉對方 對方可以再繼續修起來 好 當然城堡快挖出一洞喔 這邊時候很多人在挖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補這個位置喔 但正面上來說 對方有頭死車的優勢 自己的頭死車數量偏少 頭死車 嗯 好 那如果正面不能蓋城堡的話 就要考慮蓋後方的位置喔 但後方沒什麼地方能蓋 好 再來偏更後方的位置 城堡中心繼續射箭矢 射的是長劍兵 好 頭死車再過來解一下 漂亮啦 這個 解掉 哇 但是城堡中心 可能會有點修不太回來 後面兩台頭死車 解的速度非常高速 帶來稍微修 趕快修一下 好 清醒兵在後方爭取一點時間 希望能解掉一台頭死車 但頭死車被硬生生的給村里給修了回來 這棟城堡中心應該可以被救回來 因為城堡快要修好 哇 沒有一擊射 射程不夠遠 換不到這個 頭死車 頭死車再繼續拉村民來修一下 哇 再一刀 最後還是被解掉了 那這時候就可以產出圍巾狂戰士了 那狂戰士這個單位呢 移動速度會比一般的步兵來說快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攻擊力跟防禦力來說會比較稍微低一些些 所以會蠻害怕對方的步兵單位 還有這個工兵單位 但本身圍巾人這個單位就有回血的優勢 所以互打來說 會有一些上前期來說會有點小小的優勢 好 這邊互換 圍巾人天生攻擊力是12攻 非常好用 直接反擊回去 圍巾狂戰士非常龍 但這邊用到助擊模式的關係 沒人攻擊他他就不會反擊回去 有一隻在掛擊 完蛋了 被掛擊直接被解決掉 好 上方被打出了一個破口 哇 這四隻村民能跑得掉嗎 趕快滴掉伐木場趕快走了 後方農田椅了很多常見兵直接走到農田區 火力技能這邊要產出更多的狂戰士才能擋得住 再用少量的森女去擋一下 這邊直接撞城堡 好 收大陸P2 補下了二攻 這兩邊前期就打得這麼精彩 好 狂戰士一出來直接反擊回去 但是扛不太住常見兵的傷害 現在常見兵現在有二攻 傷害是城堡時代最強的時期 好 想要砍生女 直接砍掉 OK 這裡要用箭矢稍微補一下傷害 好 村民直接反擊回去 哇 又死了一村 雖然還好 維基人這邊是3TC開始運轉的關係 所以村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反正是4TC 當然被打掉了一坦 城堡中心 好 那WP2人家裡過得蠻好的 常見兵一直有在暗 沒有打算要促身帝王時代 好 這邊現在WP2有軍力上的優勢 所以要來打算蓋動城堡 直接控住這個城鎮中心 還有一些農田 這根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OK 一蓋好收村 但是這邊還有很多村民地方 沒有可以逃跑 忘記收了嗎 好 趕快收一下 死了大概4村左右 後方狂戰士種出來 但是常見兵並沒有想要放過這些村民 哇 還是倒掉了幾村 村民巷子只剩下93村 村民術有點變少了 後方這裡補下了一棟城堡 這邊想要全盡封鎖維基人的領地 維基人現在有免費手推車的關係 所以經濟量還說還可以接受 還沒有到非常落後 好 這時候大陸P圖裡補下了手推車 那這樣就跟維基人一樣了 甚至比維基人的經濟還要更好 但是兩棟城堡再出狂戰士 好 維基人這邊黃金有點過多 這邊可能要來守司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應該救不回來了 應該不用修了 維基人補下了一級的防禦力 稍微提升一下步兵的體質 好 那維基人這邊開始慢慢回血 維基黃丹士會回血蠻棒的 好像一分鐘可以回40滴血 我記得有個版本是 沒精銳前是每分鐘20滴血 然後精銳是每分鐘40滴 以前的維基黃丹士是需要研發精灌科技 才可以回血 但現在天生就可以回血 所以城堡時代來說 用起來還蠻好用的 基本的傷害就是12攻 比一半的步兵多出了幾滴傷害 這裡稍微壓著 反制一下回去這邊的哨戰 這裡可以補一下城堡 可以考慮補這個位置 然後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我已經狂戰士在上方 阻擋了常見兵的入侵 這一波狂戰士 有可能可以反擊回去 哇 這個回血效果 讓他多坦了一刀 所以這個回血效果 也不能到說沒有 還是有用的 多毀了那一滴 多坦了一刀 戰況就會有所改變 這裡城堡也要蓋齊海 結果下方這邊 裝甲戰象開頂城堡 兩邊打得非常激烈 那常見兵也不管 你到底有沒有兵 我就是戰象開頂 而且攻城戰象 是比一般的裝甲衝車 還要來得快 這個攻擊速度 哇 神呂 活下來 OK 哇 越來越多 戰象來了 常見兵也是一直瘋狂往前送 城堡也是努力輸出 黃戰士數量還是不夠多 後面農田有些村民被騷擾到了 這邊直接收村 沒有石頭可以修理 買了一百石頭 城堡血量只剩下兩百滴血 但是這時候 戰象已經被解掉 只剩下最後一隻過來 但是神堡血量已經拉回到安全位置 六百多滴 哇靠 極限守住 維京人這邊打得非常好 稍微打回去了一點 讓WP圖倫這一波攻城 顯得有點失敗 好 冠州的維京黃戰士走了出來 繼續補陣 在後方這邊開始插了劍坦了 想要來控一下這片的墓區 這裡村民可能要先走掉了 往上發展 到這裡 這邊更多的常見兵過來 也不管你有沒有城堡 這邊硬尻 原來打WP圖倫這邊經濟非常好 村民是我一百二十三村 哇 這裡又有少量邊見兵 在後面偷偷打 哪時候繞過來的 好 邊見兵打得傷害非常高 村民繼續拉走 這裡維京人一直在把村民拉來拉去 工作效率其實很差 只剩下50%的工作效率了 到P圖倫這邊還有72%的工作效率 直接贏了20% 這邊維京黃戰士再一次擋了下來 好猛啊 黃戰士硬扛 好 維京人補下了一攻 再提升一下威力 哇 這樣就可以比常見兵多兩攻囉 這樣打起來就有感了 好 雖然上來說 對方常見兵有點多 維京黃戰士有點要被打退了 哇 這邊再一次繼續往前 雙腳戰相一直不顧 回京黃戰士 只會往前 哇 這個常見兵 真的不管欸 不管有沒有城堡 維京人這時候補下了二防 加上數量上劣勢的關係 點防率會比較好 好 繼續扛住正面 OK 再度扛下這一波常見兵的數量 城堡已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已經 射了64隻的常見兵 這個城堡 MVP了吧 好 繼續突進 旁邊都還沒有想要升地龍時代 應該也沒機會升 誰升地龍時代 誰就GG 這裡一定要全部ALL IN支援 去投資常見兵跟 狂戰士才能扛得下來 好 後面森林有點危險 剛剛走到射程裡 好 維京人 趕快繼續射 後方的僧侶 OK 射掉了一隻僧侶稍微走位一下 僧侶戰開始慢慢打得出來 哇 結果維京狂彈士數量有點多 稍微壓了回去 僧侶開始往後拉扯 但正面有點扛不太住 維京人直接塗掉了一隻僧侶 後面三隻僧侶還是在招翔 但數量有點不太夠多 維京人終於有走出去的能力了嗎 難道這一波反打 要成功了 哇 這裡看起來不妙啊 感覺大陸P2人要在後方 扶一些兵劍兵回來防守 但他城堡目前只有在後方 左側的地方有 哇 維京狂彈士打了回去 維京人聰明術回到了一百村 繼續繼續開始往回補 正面想要補一個劍塔 但是村民想要過來扁 沒有解掉 哇 正面想要控金 維京人有點危險 正面繼續招翔長劍兵 這時候達魯P2補下了二級射 讓我來提升一下劍塔的射程 維京人的聖旅也是出來幫忙補血跟招翔 哇 這個步兵大戰 好久沒看到這種死傷了 地上都是步兵的屍體 好扯 從腳斑向繼續往前推進 好 村民決定往後拉一下 打成這樣子很少見啊 好 拉了更多 村民直接出來應戰 喔 直接要蓋寶了 果然還是要在前面補一棟城堡會比較好 哇 但是裝甲戰相一看到你蓋城堡 馬上拉過來做處理 但長劍兵也是數量很多 我已經黃戰士的數量 可能沒有辦法處理這一棟 城堡的資源 這邊長劍兵直接輸出了村民 村民上可能會稍微下降了一些 但城堡蓋得很快 好 直接收村 OK 補齊了一下箭矢的傷害 但這邊都射到了裝甲身上 好 維健的這邊村民術下降到了 只剩98村 維健的狂戰士數量剩17隻 這邊長劍兵想來偷挖金礦 結果被長劍兵給反制了回去 好 打落T2人這一波 真的太硬要了 那維健的這邊防守還算不錯 但依舊還是劣勢狀態 村民術差距來到還是30村 好 送牙戰槍過來 就要再次嘗試攻城城堡 後面長劍兵的數量來到了可怕的29隻 好 再次向前敵 第一時間長劍兵開打 沒有時間可以確立攻城戰項 長劍兵這邊居然打輸 維健狂戰士這邊傷害實在太高 二宮坊已經補下 體質優勢再次阻擋了 打落T2人這邊的攻勢 太狠了 背上一大牌的長劍兵的屍體 維健人又再次守住了自己的城堡 上方的城堡也是拆掉了兩個打魯P2人劍塔 長劍兵在這樣繼續打下去會越來越烈 黃戰士攻擊力是14 長劍兵則是只有11 攻擊力差了3 而且維健人防護槍也來到3了 長劍兵也是3 所以怎麼打都是3滴血的傷害差距 血量上來說 維健人還有回血的優勢 而且血量也是多了長劍兵5滴血 而且移動速度還可以追著長劍兵追著跑 機動性來說 大陸P2人也沒有優勢 哇 這一波維健反打得很漂亮 這裡是要出去插城堡了嗎 這裡買了一些石頭 直接出來硬蓋堡 想要來控農田 但長劍兵已經看到這邊村民走出來 但是第一時間維健狂戰士也是走到了下方 想要來保護一下村民 這裡拉了幾隻長劍兵過來阻止 但下方的長劍兵沒法擋住狂戰士的傷害 狂戰士直接反殺了回去 上方的城堡還在努力的蓋 村民數還有蠻多的 大約10村左右 這邊長劍兵也是硬身倒地 全部死光 剩下12隻的村民 可以蓋得起來這棟城堡 這棟城堡一蓋好 WP2人就會有點難受囉 因為家裡農田就沒辦法擋住 回經狂戰士的騷擾了 直擊農田區 這時候WP2人偷偷點下帝王實彈 想要來開巨頭鏟下 開拆城堡 但這邊也是努力的在插劍塔 不止維健人這邊空墓 那維健人現在安全墓區 只剩下這一片了 還有下面這裡 但下面這邊也是努力在開打 唉唷 這邊到了T2人 再補了更多的防禦劍塔 想要來控制下方的農田區 邊劍兵也是持續在騷擾中 但維健狂戰士也是可以努力的往前 維健人這時候補下了縱火技術 想要來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那經濟樣來說 維健人還是有點窮 右邊這一塊 經濟處沒有被抓到 還行 好 升到帝王實代 維健人要怎麼打呢 那就是城堡打帝王 雙手劍兵升級 只需要50秒 三級的板甲技術也很快 維健人這波反打雖然很漂亮 但是還是讓WP2人順利升到了帝王實代 自己則是有點困難升到帝王 還是要用城堡拖一點時間 爭取一些時間自己也點帝王呢 但好像沒有想要升帝王的意思了 城堡打帝王 繼續 繼續打 好 但是雙手劍兵一出來 鬼精狂戰士可能會扛不太住 因為雙手劍兵的傷害原本就有12攻 就跟狂戰士一樣 但防務力來說 還比狂戰士多了一防 應該是兩防 1加3 1加4 沒有 多一防而已 好 但WP2 由於這邊軍營科技只要半價 劍兵勇士隨便點就點上了 而且還可以產出更多的劍兵勇士 好 這邊農田守住之後 打落P2就沒有後顧之憂 可以產出更多的劍兵勇士 待會城堡也可以產出巨頭開拆 左邊這棟城堡可能會不妙 打落P2待會就可以直接衝入 左邊的這塊農田地區 維基人這邊經濟會越來越慘 好 劍兵勇士升級好 劍兵勇士本身傷害就有13攻 維基人狂戰士擋不太住 但是這邊塗到非常多的村民 WP圖人的村民術只剩下112村 但維基人這邊村民術也是被打倒了一些 村民還是維持在100村左右 哇 維基人 還要再硬上一次嗎 這個有點不太妙 劍兵我是打不太贏 好 左邊兩台巨頭司機走得過來 想來解決掉加力的城堡問題 這裡補了一棟防禦箭塔 WP圖點下了3攻 維基人這邊還是很堅持 想要升一下 維基金狂戰士 但維基人的安全墓區已經所剩不多了 希望這裡偷偷伐木 這裡也是 好 補下更多的農田 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但是可能撕不回來 旁邊的劍兵勇士 砍維基人狂戰士有點痛 狂戰士硬扛 扛下了劍兵勇士的傷害 但城鎮中心沒有辦法拿下 這裡大馬賣一波 賣了一堆木頭 轉了一點黃金 這時候已經斷金 選擇打出了GG 哇靠 維基狂戰士出了279隻 這邊劍兵勇士則是516隻 這個包含長劍兵的數量 沒想到這一場步兵大戰看得這麼精彩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達魯匹圖人拿下大部分的勝利 但石頭只少輸了一點點 維基人這邊石頭挖的確實很多 但黃金量確實沒辦法跟上達魯匹圖人的經濟 而且達魯匹圖人後期後 四生物相當絕望 這一場的關鍵點應該是在中間 維基人這邊插了這棟城堡之後 沒有趕快去點帝王時代 如果有點帝王時代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去反打回去 但是他這邊是選擇了插完城堡之後 繼續出維基黃戰士 或者是他覺得這棟城堡插下去 他已經帝王時代了 但其實達魯匹圖人 那時候經濟還沒有辦法點下帝王 這個也算是蠻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你也不是太滑了吧 你連動都會給他 夠了嗎 我們下次見